好,我们现在就从里面搬了出来 从里面搬了出来,就没那么大回音 还有光线好些 好,各位朋友,人民力量第二节和大家见面 我们仍然都在雪地这个地方 刚才就在Peter的屋里面,我们就搬了到外面 因为里面我们太兴奋了,回音就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听第一节的时候,都可能听到很大的回书声 我们出了来,外面的感觉都不同,空气都清新 这就是民主的空气 起码阳光补充了,因为刚才没那么好 现在就再漂亮了 所以现在光线就最良好 上一节我们就讲了各方面的问题 也提到澳洲,特别雪地这个地方 市议会也好,省议会也好,联邦政府也好 全部都是民主 大家来到这里可以是一等公民 Kenneth写封信给总理 总理也要回复 处理这些所谓怀疑非法资金流入澳洲 即时处理 香港我想都不少这些非法资金了 不过政府就只安排便宜 是吧 你看回香港的政治发展 回归了14年 这里很多朋友都是97前后那段时间移民 澳洲这个地方 你都看到香港民主派的表现 人民力量的成立 正正是因为看到香港民主派过去的十多二十年 即是那个模式和争取民主的决心 都似乎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改变 劉翁他们成立的人民力量 这个选民力量 更加特别是因为这个民主党 即是香港的投共 和支持这个魏政改方案 而成立 你们在澳洲 我想当时在香港 不少人都是支持民主党 当年投票 你们在这里都很关注香港的政治发展 你们看到香港现时这个政治局面 特别是民主派的情况 你们自己觉得 特别参考澳洲这个经验 香港的民主派在争取民主方面 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感觉呢 阿蘇说一下 一会先吧 不过我们在讲之前有三位新朋友 这位是阿蘇 那两位有两位学生 学生自己介绍自己 这个是澳洲的星舌医生 我叫Vincent 我是在University of Sydney 读医科 不过你已经读了两个学位 这个是第三个学位 对 很年轻 你22岁 22岁已经读完两个学位 现在正式进入医科 很有意愿就是读完之后回香港 我做先诗医生 我叫Kevin 在这里读高校和高校 这个有些像香港流翁 这个是流翁的 有型格的那些 回到刚才大教哥的问题 比如你们在澳洲 也有留意了一些新闻 你们对于民主党有支持政家桑环 或者他们的争取民主的决心 你觉得是否开始很不满 尤其是你们做学生科 都要这样看 你不满意我们也行 大家也讨论 是要投给文章文哥 吹什么也行 应该投不到给他 他是教育界 所以公民组织 没有拳投给他 没有拳投 我就是相当不满 他去年政改方案 而司徒华在未表示反对之前 是说很兴奋地投入 还选出五个人 选出五个人 他是炮里最新进来的 由劉慧卿去参选 而他们是五个人出一席 因为我记得他 没错 出了李卓人 这个令我更加关心香港的政治 因为我记得2007、2008 已经开始说有双普选 2012又拍不到版 去到去年 有一点我想提到 他那个户区公投里面 那个主要现在 现在就算由大捕机制 转为替捕机制 他有一个很大的含义 是阿爺是不肯给香港人 有一个公投的权利 因为如果我们身为香港人 我自己现在是澳洲籍 但是很感觉我们在澳洲 有自己的议员去投票 而去表达自己的议员的权利 但是现在香港 你在大捕机制 为了替捕机制 这次的跌倒下来之后 你仍然不给他 他那个深层的目的 我看到就是 如果一有 这个 你们立法会议员 一有说不满意 而呼吁民众 再来一次的话 他是表态 等于我们在他门口 在港政府门口 叫曾荫权下台 或者在国内的省份 抗议暴乱 叫王乐全下台 九个月之后他就下台了 所以说 这个是不可以 阿爷是不可以 让这些事件在香港发生 我就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 为什么 都要把这个 五区公投的 任何的后统都要斩 然后就是希望 你没有办法表达到 这个民意 这个就是他很明显做的 是的 是的 我想我们在 我虽然不是在香港 但是看到的新闻 我都是收到这个熟悉 你们在这里生活 那么久 会不会有一种 感觉 和一种的情况 就是 香港那些 所谓的保皇党也好 一些的亲中团体也好 为什么要 这么愿意 和这么积极 要做信民 而不是 作为一个市民 你们在这里就有 这个市民的基本权利了 就是会不会仍然都很奇怪 为什么香港那么多年来 仍然那么多人 那么喜欢 和选择做信民 而不是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市民呢 我自己呢 就看中早康有本书 很著名的 《来生不做中国人》 我自己呢 一看已经知道 我说 哎呀 用什么来生呢 根本我们根本就是 我们已经用脚去投票 就是自己以为自己 可以脱离中国 脱离香港 但是我移民19年 就是发觉 原来你脱离了香港 但是那里毕竟都是自己长大 成长的地方 其实我们是很匆围香港的 就是我自己是 所以我说 第一我们来不到 第二 我自己 好老实说 在上一期你们说 澳洲的这个好处呢 其实我自己是很厉害的 其实我是看到 这个所谓民主的社会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也都知道 任何社会都有问题的了 但是民主社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避免犯很大的错误 第二就是万一有些很坏的人 上了场 我们一定有办法 去将它拔走 其实我自己觉得 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 政府一定要 每天罵他 不断要知道 这是一个恶毒 他随时是准备 反抗我们的公民 我们公民就是 要用公民权去制入他们 但是香港呢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香港 我觉得香港有很多好处 但是它的好处是一路一路少 而且我们的权益是一路少 所以我自己很不喜欢 很不想我自己长大的地方 一路一路是差 我们身长在殖民时期的社会 当然也有很多不公道的地方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成长是OK的 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发觉 我们有权益 或者我们有很多东西 是一路一路少 而大陆的影响是一路一路进逼 所以我觉得是越来越不舒服的 而且很欣赏人员严 就是可以帮我们讲出 或者做出我们想党 我们想做的事情 民主党就是叫我们回家 因为几十年前我选去 因为我已经觉得 已经无法容忍 不是啊 就是觉得这些簡直就是 一个 不知道叫叛徒也好 什么都好 是简直 你们说完了 其实所有东西 出卖也好 糟糕也好 就是完全无法容忍 一定 香港要找出路 一定要找对众办法 一定要找对众办法 一定不是民主党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香港人 就是觉得 觉得有些出来这样讲话 或者搞搞震的人 就会搞临香港 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相反的 因为如果你不出来监督政府 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墮落 越来越倾向于利益地产霸权 这个少数人是拦了权 那大部分的人 他的权利 就一路一路是剥剩 那下一代呢 他都不会享受到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到时呢 是想争取回 就是十分十分艰难的事 所以呢 现在的香港人呢 我希望呢 他们可以多些关心这个 政治正史的东西 而这个对这个政府呢 有任何不满呢 都应该走出来发声 是 珍惜现在有的东西 没错 因为回归之后 就是越来越减少了 很多东西 其实以前 就是小时候 港英时代 觉得虽然我们是殖民地 但是有些东西是我们 就是投票 还有还有 还有市政局那些 那些又多些的杀了他 然后搞三支杀局 又捞了笼 那些叫卸杀仔 就是没有人去密室 你指我我指你 有时 最多去求签署而已 有些官就 就是说在植物地 英国 其实 现在看回英国的parlament 和我们现在香港的立法会 其实我们香港立法会 就是有些人说 你们问官员的问题 有没有礼物 有大声 有恶 其实 你和英国人 或者其他的parlament 你们一点都不算 对 对 对 而且他们说的 各样都有理据 对 英国人 指着手术 那麽罵 是的 譬如 你说 香港的社会议会 真的很不文明 又对着政府官员 但是 其实你真的 不要说台湾的打架 那些都是狂的 甚至在英国的国会 反对党议员 撒的手术 是可以吵到拆天的 然后一路撒 一路吹口哨 搞几分钟 直到议长 才停 然后主要手术 又再说第二句废话 又会被人家 又会被人家 但是 你譬如在香港的议会 说少许 例如大家有这些 很轻微的 其实 或者北下桌 他已经说 已经被人不文明 其实是很可笑的 但是最惨的就是 他指责 例如指责人民量的好员 甚至长毛 那些 说在香港的议会 不文明 他又会很喜欢 回英国 你看看外国的议会 多文明 没有看到其实外国的议会 根本就是一个战场 是可以吵你的 为何不能吵你 这样才能把民意表达出来 所以 有时香港的偽善危险 很多 包括民主党的人 现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 说 有什么 他们违反议事规则 就是 行政那些 和平理性 有品味 非常 你会感觉到 他们其实 已经跟整个 不单是跟民众脱离了 甚至 其实 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了 建制派 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如果你要做反对派 在一个民众脱离 要做反对派 不是这样做 人民力量成立 就是说明 用议会的内外抗争的手段 去 争取市民的权利 以及 维护香港的本土价值 但是你们看回香港 我都很熟悉香港的情况 你觉得香港的市民 有部分这里的朋友都觉得 民主党那里已经是 过气了 以及他们的路线 基本上 就是违背了香港市民的 那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人民力量 加限延迟的调子 所谓用议会来抗争 这个模式 你觉得 在香港来说 市民会不会接受 以及对你们理解的 香港的长远发展 是不是一个 可以尝试的路线呢 我自己就觉得 香港人和普通中国人 是有很类似的地方 就是有一部分人 奴性是非常财的 就算他自己不是奴才 但是他说出来的东西 他是非常站在政府的一边 他就是完全不一种 民主社会那种 要不断监责政府 还是不断要求政府有改善 就算他做得好 都要骂他 就是避免他继续做得差 但是在香港就不是的 我看很多种不同的报纸 我觉得一般人 尤其是所谓中产阶段 是相当之保守 很老实说 我自己的朋友 他是完全不贊成你们 我当然不用理他们 但我发觉 是很难说服他们 他们总之觉得 你扔东西 你什么就是错 就是他都不理 就是这些其实 都是很垃圾的 但是他不会理会 后面的意念是什么 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搞成今天的议会是这样的 于是 我是很失望的 但是我常说 失望都要做 不失望 使你们出来 我们大家就享受 所以我觉得 你们是值得做 好像司徒说 值得做 应该做快做 但是说完他不做 所以司徒说 他臨脑是有些问题 我自己觉得 私一相 我是觉得 对香港人有时候是很失望 虽然你说他每次七一游行单 游行完之后他回家 没关系 没所谓 但是人家坐在街上 他都要说 激进呢 我觉得是很可笑的 但是刚才你说说 你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所谓部分人 那个传统中国劳性的 就是文化的根也好 或者柏人所说的 那个掌光也好 或者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香港都很西化的 而且那个讯息很自由 出入了 就是怎样才可以令到这个 这个六性 有机会去扭转过来 如果这个DNA 就像你不喜欢的头疾 那样说 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是非常困难 不过 不是一定不可以 我常常都说 就是困难才有没有要做 就是困难才要做多些事情 就是困难才要让你们走出来 我觉得 对新一代 我自己觉得是 我很开心 但是究竟你们的比例是多少 在香港那个被接受的程度 我们不知道 好像你们这样说 你们一来到海外的社会 他们经过十几年的变化 他们会体会到 但是也很老实说 就算我们在海外的朋友 都是不赞成你们 就是我们香港的移民 也是相当西化 也是很多接受到很多的教育 不过来到 其实我今天想邀请他来 都没有人肯 我根本都不会邀请 都是觉得 没可能的 免得有些什么 就是 人到掌诚那么大 你都知道 那个人是怎么样的 是不需要说得 就是 很多事情你不需要说 但是看到香港的情况 都有一些改变 就是比如我们用七一 就是那个群众的参与 比如看过去那几年 那个参与的程度 就是和今年七一参与的程度 比如支持的改变 人民力量的歧视 今年第一次 但是你见到 对那个 所谓传统民主派的支持 和对新兴 所谓民主派的支持的程度 有个显著的分别和改变 如果看到香港的市民 特别近这两三年 我自己有个很强的感觉就是 真是不耐烦 就是对回归之后那十几年 不但民主发展没有什么进步 而是整个管治方面 就是不断变差和落后 和很多施政上的 所谓很荒谬的官员的表现 是感到不满 那这个不满的感觉 是令到很多市民觉得 咦不可以再接受 加上现时的管治的模式 要尋求一些改变 似乎这个气氛 是逐步浓烈的 在香港来说 我觉得气氛是有的 也都社气民主党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共同的意念 但他们觉得 哪一个是我们的leader 他们还在这边 人民力量呢 我自己很多朋友 他们觉得是非常激进 这个不对 他们很多时候 看到黄英文 这么慌慨 层次 他们已经抗拒了 不用听了 所以我觉得 但是必须是这样的 人都没办法 我自己觉得 可能东民党 他们觉得是另一个选择 我不知道会不会 但是相当之多的中间階級 就是好像是走着要路 我不知道我的观察有没有错 但是我自己去email 跟朋友商量 说香港政事 大家就觉得 究竟我们的leader是观度 那可能你们都是要 我想问你有没有尝试 你跟他用这个解释人量的方针 的方向 而有什么理由 你的朋友 对他们很反感 你有没有尝试这个东西 我当然没有 那他用什么理由 是不是很有理由 也不是很有理由 也不是很有理由 他不喜欢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 所以找不到理由 不可以解释 他们没有什么理由 有一个例子 三年前 就是我和一台朋友 喝茶吃 都是在澳洲里面 有几位都很熟 有关心香港政治 我已经是 由于阿黄的文定招 我就是说 03年的董建华 令到香港人 诚心似乎 今天 就是当时 三年前 已经说曾荫权是不共大天的 但是去到上一次喝茶 那个朋友都说 我觉得曾荫权装得很好 他有心在跪 我不敢再说 这些是很 他已经是中落了 因为有一样 他们在香港 找到钱的人 或者做得成功的人 他不想改那套游戏 是 嗯 这个是真的 不过很实际 以我自己的观察 就是 如果是既得利益装 那他不改 我挺明白的 当然不同意 但是阿苏的说法就是 其实香港是一肤少人 已经被人在压迫 其实 但是他在被人在压迫之余 仍然是很帮建制说话 就像毅康这样说 奴隶站在奴隶主的角度去看问题 是 他觉得很好笑 不过这样 大概说法就是 其实都开始见到 社会的变化 因为压迫越来越大 可能贫富越住 各方面的事情 都 情况越来越厉害 开始 其实也是重复回 好像以前董建华那种状况 就是 人们越来越对政府施政不满 经济又不好 他开始 会反政府 当然这个想法是否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因为最好的就是 就像阿苏那样说 你好还是不好 我是不是都要对着政府去骂 那应该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 退而求其次 那是没有办法有一个 所谓高层次的 木眼光外 唯有就是 有时候很悲良的 就是要靠政府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呢 就会慢慢要告诉他 其实你不骂他的话 政府就会自动做得不好 很快就会一声做得不好 然后才会把他 对反政府第一 那个情绪 又会带回来 第二就是 觉得要监督政府 这个必须的感觉 是要 种入他们的心里面 这件事情 所以 很坦白说 人民力量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都很想 又要再慢慢 就算 用形象好 用说教好 用做网台好 甚至做群众活动好 都是希望回回 你可以说我们 就是说 趁现在 经济开始有的问题 或者 弯腹如常很嚴重 又想将这个事情 带回出来 但是都要是这样 在现实上就是 拥有这个机会 可以带回这个理念出来 给香港市民过来 希望他们又可以 开始明白我们的理念 很多次当然 政府官员的犯错 例如03年 50万人上街 都是连续的灾难 就是 一月再再二三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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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偷偷卖车 出现很多问题 最近都 开始有些 有什么迹象 派钱派到一匹市 当然 政府的情况 不断出现 但是 我们今天有两个学生 在这里 Kevin 和 李先生 你们作为年轻一代 你们来的时候 其实也很小 我不是 我来 我来了六个月 我来了六个月 他也很小 很小 你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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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香港的认识 不是太深 你对香港这个 将来的法治 你自己觉得 咦 从年轻人去看 怎样可以推动到 或者是 你觉得香港 应该要怎么改 去 教育 很重要 一定要 因为 一直以来 我相信 香港的人 是没有机会去 认识 什么民主 是 没得去 implement 整个系统下去 因为它column 那时候 没得选 到了 遥歸之后 没得选 是根本一直以来 都是没有 认识 democracy 这些人 所以 最 fundamental 都是要 教育 一定的 但是香港的教育 现在开始讲了 现在我们伟大祖国 和我们的官员 都认同你的说法 你去做国民教育 我自己有两个很好的朋友 他都跟我真的很好朋友 很多十年 他们都很不认同 黄英文的意念 和那些行为 我就跟他聊天 说了很多次 我说 大家黄英文 什么 说很多东西 我说有论述 于是我就说 但是你知道 一个最重要的 黄英文一年 走到多少次 中学生 大的演讲 你知不知道 他用了多少功夫 在香港的民主运动 他说他们不知道 我说不要紧 你上YouTube看一看 我自己觉得 我当然很欣赏黄英文 但我觉得 他有些事情 别人是不接受的 是 很明显的 但这个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 他这么扎实 在这个 刚才准备讲的 教育是非常重要 就是由我们的小朋友开始 其实不是一定要赞成理性 但是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民主 或者什么叫理性探討 什么叫开放 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觉得 譬如你们各位 都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除了网台之外 其实深入群众 你们说 没有将助脚 不够钱 其实 你们可能自己个人 去小学那里 或者中学那里 做些演讲 已经是很有效的 是 因为我自己 我也是这样 未做人民力量主席 这个位置之前 都开始有不少 因为网台的关系 就有中学邀请我去演讲 所以我们现在都想 就是希望可以再 到这些学校那里 就是 浩文已经继续做了 可能大家都继续做 希望 可能我们叫年青一代的人 都可以出去 因为可能 始终浩文和大家 就是形象深入民心 对吧 可能我们新一批人出去做 都会是我自己 即使用人力量的投入 你们现在说 我通知教育 有很多东西 那你就用这些东西 一定要在甲盆里面 去尽量将自己的力量 去滲入 其实现在这个 就是 网上的传播 就是很深的 和很浪漫 所以人网 我们要放很多时间在那里 但是人网的信息 那些人按进去 都不知道 所以是靠很多的朋友 就是透过一个 传一个 一个介绍一个 是将这个 平台 是可以提供到 给各方面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来到 这个澳洲 这个地方 都是因为是人网 是 都是因为是人网 而都透过大家 有时候都回书回香港 是吧 就是影响香港的朋友 亦都是 抗展这个 所谓民主教育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 人网都是几年的课仔 那也都透过这个 这个网络的工作 是建立了影响力 而都看到七亿的效应 不少也是网台的意识灌输 和教育的工作 那我希望这一次来澳洲 是人网的第一步 就是人民力量 都会日后 毓民会带团 就是来澳洲 希望将这个教育的工作 更加廣泛去推广 除了这个 香港之外 其实香港最重要就是 香港的朋友 去到世界各地也好 仍然关注香港 透过你们的接触和影响力 影响香港的朋友 甚至是内地的发展 这个民主的发展 自由希望 和有机会 真的很高兴 很多谢大家 在澳洲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人民力量的节目 就是可以 和香港的朋友见面 那就在下一次 旭文在这里主持了 好 到时候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 拜拜